我和西瓜玩家全都寄居然配合妹子 白色迷你群正妹热舞揭开序幕 2017电玩展开跑也来成为VR战场 VR现在不只可以用手玩 甚至可以手脚并用 只要将定位器连接在我脚上的按键 我就可以变成东京都的怪兽 摧毁东京建筑 一秒变身哥吉拉HTC VIBE 手脚都能装上定位器 除了手一挥房子就倒 脚一踏地板也硬生碎裂 就像电影里的大怪兽一样 我也有大绝招 只要我常按这个按钮 我就可以发射紫色光波 其实有很多人的怪兽 所以在怪兽的怪兽 自己是怪兽的怪兽 30位长腿Showgirl一次排开 Sony打明星台 找旅美投手陈维英代言 因为游戏市场不容小觑 光是PS全球销售 累积5千340万台 游戏销量更破4.09亿 因为小孩子现在也慢慢长大了 那也可以开始让他们接触 因为毕竟之前还太小 不敢让他们玩 因为毕竟还太小 台湾市场游戏PS上席来 发展速度非常的快 台湾游戏市场前景的 非常非常的漂亮 扩增时间再进化 好像下一步就要被僵尸吃掉 Google的AR手机宛如上演 台北捷运版的失速列车 插上手机VR不用连主机也能玩 Google VR售价只要2600元 比起HTC的28288元 Sony的12980元更亲民 不过Google还没打算在台贩售 游戏迷只能先到电玩展 Google干饮 东森财机新闻 刘志盛玉腾台北采访报导